你看 现在诈骗简讯真的非常多 为了要找出这些发送的人 警方展开搜索行动 这回查扣了大量手机之外 也发现了他们这个猫池 可以在同一时间发送大量诈骗简讯 钓鱼简讯的内容 大多是冒充政府机关 有的匡城自然水欠费 也有冒名远通电收 或是交通罚还异常 e-tech欠费 然后附上一段恶意网址 但就网址千万不要点选 以免各资被拿取绑定支付系统 海外盗刷 警方统计这两名男子 发送十几万封的简讯 被害人至少两百一十五人 财损金额超过九百万元 其中单一受害最严重的是 是一名五十岁的男子 收到汽车会员点数快到齐的简讯 以为好康换好礼 结果被骗四十三万元 在好康的钓鱼简讯 附上可疑连结 统统不要点 小心别上钩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